大家好,我们话不多说,继续来讲解我们命令中的最后两个类别 系统以及网络配置管理 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些常用的命令大概有60个左右 我才发现我并不是特别擅长这样子批量的去讲解这些操作性的命令 我所擅长的是跟大家一个一个去剖析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因为现阶段我们又不要求大家掌握那么深 所以我们不得不先不求圣洁一下 等跳过这个阶段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回过头来 就某些命令我们在系统的再剖析一下 好,下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固有的方式来讲解系统命令 那么系统命令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SU SU的话,其实我给他,我是这样来记忆的 叫SwitchUser,就是切换我们的用户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大家肯定都是用过,玩过Linux的都用过 实际上我们不同的用户之间的切换 比方我现在登录的是Sundi 那如果你要切换别的用户 比方说你要切换root 就用SU root就可以了,对吧 但root这个命令我没有密码 然后还或者说,比方说我们看一下那个吧 我们看一下目前有哪些用户 这有土豆5,土豆6 Sundi,好,我切换一下 我切换到土豆5这样一个用户 诶,密码不正确啊 可能我都 好,密码不正确,我改一下密码 还记得我们都改密码了 OK,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 SwitchU的这个命令 就是SU切换到土豆5 输入它的密码 大家看,登录成功了 那么当然你可以通过SU Sundi 再给它切换回来 或者什么呢,直接给它退出 EXIT,这是退出当前的这个Sundi 就退回到了以前的这个Sundi 那么 这就是简单的SU的这样一个切换命 好,第二个命令叫SU DO SUPERU的DO 是这样一个超级用户的使用 这个我们多次演练 就是某些操作 你普通用户没有权限的时候 给它用SU DO 来给它赋予这样一个权限 比方说我们后面要讲的程序安装啊 比方说我们刚刚演示的密码修改 对不对 这些都要用到它 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非常简单 第三个就是Export 就导出 那么这个导出的话 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 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呢 它更多的是类似于 像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 去添加一些内容 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 那么 什么是环境变量 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那么这个符号是什么呢 这个是指环境变量的 那个Share中环境变量的 这样一些调用啊 所以在前面加一个Dollar符 比方说我们在Share里面都有Path 我们看到以前的环境变量 是不是有Path啊 那么 你要调出当前的所有的Path 就用这个给它打印出来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我先用这个方式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Path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前的Path的 所有的内容 我们我们说了Linning下面是用 冒号来分割啊 冒号来分割啊 那么 这样一条命令也就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给当前环境变量Path 给它复值 复什么样的值呢 就当前的值 再加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再加上里面的一个Home Sonday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定义 或者重写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在Path 给它附上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以后环境变量里面就有这个了 Home的Sonday Home下面的这个Sonday 所以在下面的一些可执行文件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执行了 那么为了验证这样一种操作 我们另外一起一种方式 我用Export 给它定义一个Hello Hello这个环境变量 Hello 让它等于什么呢 Home下面的Sonday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调用它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该怎么调用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调用服务 加上Hello 我们看一下它打出来的是什么信息 是不是就把我们这个路径给打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Hello 直接来代替我们的后面的这个输入 我们比方说CD Hello 这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文件夹 为了演示 刚刚我本来就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用这个方式大家理解一下 对吧 我就可以直接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尔变量或者环境变量 那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说以后在脚本里头我们要去加上 我们给我们PASS 这个PASS是已经定义好了 对吧 我们要给它加入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 让它在加上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不是用加好啊 还是用这个直接跟直接跟就行了啊 Home 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再打出一下PASS 好 大家看后面是不是就跟上这个路径 就跟上这个路径 好 这就是Export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关机 关机的话在Linux下面是sheldown这个命令 sheldown这个命令 但sheldown这个命令有很多的参数 我们最最最常用的 包括我们可以定时关机啊 我们可以告诉他什么时候关机 那么我们最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是立刻关机和重启 我们来看一下 立刻关机就是Halt H-A-L-T 关机就是Hate 后面给他定义一个时间 就是No 当然你这里也可以不定义一个这个时间 你可以定义这个 就表示八点半的时候开始关机 那么这样 那么同样不要忘了 关机是不是必须要系统管理员 才有这个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No 他就会说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关机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关机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你希望他立刻就进行关机 我们就在这儿用这个No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命令 叫Shadow-H 这个H要知道是Hate的意思 那就可以直接进行关机了 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就关机成功了 那么 那我们要重启又怎么样呢 重启的话把这个H这个参数改成R R就是Reboot 就是重新启动的意思 所以这个我就不演练了 那么重点 我们平时在用的时候 还有一些可以用来替代的 包括Power-Off Hit和Reboot 特别是Power-Off和Reboot 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 在参数的这一大堆内容 大家可以下来演示一下 用Power-Off 带这些直接关机 那Reboot是直接重启 这两个命令记起来更简单一些 Hate也是关机 比如它们不一样的是 一个是要完成当前的一些 未完成的一些工作任务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下面介绍我们一个重点任务 重点的一个命令 叫PS PS是列出什么呢 是列出我们当前的一个进程情况 那么它是什么的缩写呢 是Processes Snapshot 简单的来说就是进程快照 对不对 是进程快照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那么在这里 它会介绍 打印一个当前的进程的 这样一个快照信息 那么在这里 它会会有一些参数 看没有 像AOX 是比较常见的 EF也是比较常见的 以标准的方式来输出 我们当前的进程快照 那比方说 我们来如果想清楚一下 EF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参数里面 去查询一下 你找到吗 啊 这样 举例子 以一个全格式方式来列表 以一个全格式方式来列表 E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就记住用EF和AOX AOX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又是用来干嘛的 AOX 以BSD的格式 BSD的格式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UNIX的一个传统的 传统的UNIX平台 所以以BSD的格式来显示我们的进程情况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练 我们先用最标准的吧 PSDF OK 我们加上一个more吧 或者less 好 这里它显示了UID PID PPID 这些我们要有个了解 UID 用户ID 没什么好说的 PID 是什么 进程ID PPID呢 parent processID 就是复进程ID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复进程也就是它的启动进程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里有0 2 1 后面我们讲系统内核 的时候我们会讲到Linux里面的零进程 一进程和二进程 这些参与的作用 这是启动的时间 TTY 就是字符终端 设备 打了个问号 就没显示出来 然后这是时间 这是启动的时间 这应该是持续时间 这是启动的命令 也就是说这个进程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命令来进行启动的 很容易去了解 对吧 好 如果不了解的话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命令不一样 你比方我用AUX 我们再看一下UNIX下面的一个命令格式 CPU占用 内存占用 这个VSZ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吧 RSS我可能也不知道 这后面我都知道 跟刚那个差不多 那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查一下 VSZ和RSS MANPS OK 所以大家学会 当这些东西不用去死经被啊 一定要去理解 记不住的话 我们就可以查 对不对 VSZ 你看他在这里都是有解释的 好 这找到 VSZ看到没有 进程的 进程的虚拟内存大小 进程的虚拟 RSS呢 我们看一下 过了吧 实际的 实际的内存大小 你看 没有交换的物理内存 没有交换的物理内存大小 好 这就是我们知道 它的这样一个含义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们针对PS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把进程列表给列出来 列出来过后 你要善意去看它 去分析它啊 那如果我要杀死某些进程呢 我可以用kill这个命令 加上一个pid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应用 那比方说 我们刚刚这个进程列表里面 我们看一下 列出一些进程 举个例子啊 我看 我拍一个 嗯 情况到这 PS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Sundee的一些进程 包括这个是Sundee的Bash 然后这个是Sundee的PS 这个进程 看了我们连执行一个命令 都是一个进程 我再开一个 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 VI一个某一个文件 好 我们再列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一个root账号 启动的 因为我刚刚那个土特5 它是一个root账号 那么它启动的这样一个进程 是由哪个程序启动的呢 是由VI再加这个命令 启动的这样一个进程 在TTY2这个设备里面 在TTY2这个设备里面 那么我要杀死它的话 我们就找到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进程ID pid2275 2275 我们只需要kill27 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因为它要杀的是root 要杀的是root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那个VI 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VI就没有了 对吧 你看我现在切换到这里 我切换到我们的TTY2 是不是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已经terminated了 VIM 就是中途给中断了 这是我们kill命令的 一个简单的应用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top这个命令 再接下top一下这个命令 top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显示Linux的任务 显示Linux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不仅仅是进程 各方面的一些任务 我们先做一个演示 大家可以看 就是包括你启动的一些进程 还有各方面的 它都会进行显示 而且我们在显示这些任务的时候 我们先打开了之后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 看似跟我们的那个 PS是差不多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它会动态的去监测 它的一个状态 它是在动态的进行状态的一个监测 和更改的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 一个是PID User 这些我们都知道 对吧 PR是什么意思呢 PR是priority 就是优先级 进程的一个优先级 数字越小 进程优先级越高 NI就是nice 也是一个优先级的意思 在我们Linux下面 一个进程 这是两个进程 表示一个process1 process2 他们两个进程 谁先优先执行 是通过PR 再加上nice 来判断的 也就是说 比方说 它是20 它是30 那按说的话 它的执行级别比较高 所以它会优先执行 但是它的NI 如果是15 它的NI是1 那么这样子比较下来 事实上 它的优先级别 还会更高一点 这算是一个 补充的优先级别 我们了解一下 那你说Sandy 你怎么知道呢 很简单 去Catman 对不对 去Catman就好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命令 我就不带着大家去Catman了 大家这个要 应该是学会自己去做 另外的话 在这块的话 大家可以按一下F这个键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们一般 大家看这有个提示 用H得到一个帮助 我们按一下H H的帮助就出来了 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在这个动态监测的过程中 还可以做一些命令操作 像我有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F 那么F干嘛呢 是自定义列 对不对 自定义列 我们来试着自定义一些列 按下F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打信号的 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出来的列列 那么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你就按一下前面这个同名的这个字母 就可以了按一下T 然后我要把这个T给去掉 我按一下T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被去掉了 那么同样的 我后面再加几个 我按一下相对应的字母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DFG 对不对 都加上了 好 那么都OK了之后 你按其他的任意键就可以返回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内容就多起来了 这个 有点显示不下 屏幕有点小 它显得它赞 我用这种方式吧 去掉